有台北市议员指控,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底到日本冲绳行销悠游卡。 有日方对接的银行女职员收到了悠游卡公司员工传的私密照,疑似有信邀约的企图,进行了申诉。 职疑优游卡公司没有向上级台北市政府来通报,而对此优游卡公司则需回应,有召开信评会,即宣介两次调整职务。 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卸任前到日本冲绳行销悠游卡, 不过有日方琉球银行女职员申诉收到悠游卡公司员工传的私密照,认为有信邀约的企图, 私议员质疑悠游卡公司事后召开信评会,却未向上级北市府通报, 也质疑公司在此之前,四年没有开过信评会。 事情因为涉及到国际的层次,这个对我们台北市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。 优游卡公司表示,没有传私密照片,是传房间号码, 赛人生村事物传,没有强烈证据,说明有骚扰意图, 但认为言行影响公司声誉,申介两支,调离限职。 跨党派北市议员,四九号也组成促信信贫连线, 签署愿景承诺书,督促北市府,希望成为信贫领头羊, 不过政坛信贫案也在延烧,曾经在民众党立委赖湘林办公室任职的前助理, 指控曾被立委邱承远信贫劳,邱承远强调, 指控只需乌有,将提告捍卫名誉。 我不认识这位助理,跟他也没有工作上的这个重属关系, 所以这件事情是只需乌有,造成名誉的妨害, 我们后续将会做提告的动作。 在职期间没有申诉,我也当然就没有受理, 也没有办法处理,这是一个事实的部分。 奈湘林否认斥案,十八号才强调这名前助理, 现为社民党的全国委员,用信骚抹簧手段, 对民众党政治斗争,但是九号在发文, 强调职场发生争议,雇主有不可推脱的责任, 会启动调查,误网误众, 上午已经召开性骚扰防治会议,进行调查, 记得陈阿新,谢正宁,台北报道。